阿丽达阿丽达 今天给我们分享什么样的护肤小知识呢 那今天我们就来分享护肤习惯的养成吧 人人都羡慕好的皮肤 好的皮肤状态不仅反映了你的健康状态 更能成为你的形象名片 所以越来越多的人都关注到保健身体和保养肌肤的话题 好皮肤除了你有天生的好基因之外 大部分人还是需要精心的呵护和保养 才能有一个非常好的肌肤状态 所以今天我们就聊一聊护肤习惯 很多爱美的女生都会笑了 她们保养很到位 习惯也非常的好 其实不然 今天我们讲的护肤习惯 就是纠正不保养和过度保养两种不良习惯的 我们日常护理就像是一日三餐 每天都要进行按部就班 那周护理顾名思义就是周期护理 皮肤的更新周期约为28天 当然每个人的新陈代谢的速度有不同 所以周护理就要按照自己的周期来进行护理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日常护理 第一 一般我们都会选择成套选择一套适合自己的产品 如果是简单的水油平衡的护理 就选择一套基础的套装 如果你有抗老的需求 那就要选择有更多有效成分和科技的抗老系列 第二 按照产品系列推荐的护肤顺序 按步骤使用 比如说我们这一套艾什洛特真言系列 就要按照化妆水 浓缩精华液 精华液 乳液 眼霜 最后再用到营养霜 第三 根据自身肌肤水油情况 来微调自己的乳液和霜的用量 皮肤会感受到季节的变化和温度的变化 所以我们要及时的按照肌肤的需求来去调整我们自身的用量 如果皮肤较干 霜的用量就要比平时多一点 更加滋润一些 如果皮肤比较油 霜的用量就比平时要少一些 减少油脂的负担 第四点 面部和颈部都是我们重点要呵护的部位 因为它们是连在一起的肌肉 当然要一起对抗衰老 所以使用手法一定要轻柔 由下而上 由内而外 再来说说我们这周护理 如果日常护理是一日三餐 那么周护理就是家餐 按照肌肤的需求 给肌肤周期的补水保湿和清洁 周护理主要针对的就是我们皮肤的角质层 角质层堆积就会影响后续的产品吸收 也会让皮肤看起来不通透 所以定期的要进行深层清洁肌肤 去除多余的油脂和角质 再给我们肌肤做一个深层保湿 舒缓肌肤 那么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几个 关于护肤习惯的误区 产品涂得越多越好吗 保养肌肤是需要一定量的产品 涂得太少了是起不到作用的 但是涂得过量了当然也不好 这里指的就是一次用过量的产品 或者是一次使用许多套产品 这里我们都不提倡 因为皮肤跟我们的肠胃是一样的 都是器官 都有一定的吸收能力 比如说我们好吃的吃太多了 吃过量了 那我们的肠胃会怎样呢 同理 我们的产品如果使用过量太杂 也会给皮肤带来负担 所以要根据皮肤的胃口选择适量 并不是涂得越多越好 天天敷面膜皮肤才会好吗 经常看到明星说天天敷面膜 一天敷很多次 当然人家的工作需要跟我们不同 不能按照人家的护肤习惯 真的我们也需要天天敷面膜吗 前面我们说到面膜是周护理 也是需要根据自己的周期来去使用的产品 每天我们都会有正常的日常补水护肤 所以完全没有必要天天去敷面膜 有的人说 我有钱 我任性 我就是要天天敷面膜 那你可要小心了 这样做可能会破坏我们的皮肤上的生态环境 会有冒痘痘 滋养过剩的风险 反而会适得其反 戴了一天的妆 想给皮肤透个气 不要再使用护肤品了 我想很多人都会有过这样的想法 偶尔一次两次不是不可以 但是长此以往 这就不是一个好习惯了 皮肤的修护时间是在晚上 这个时候它最需要的是休息和营养 如果这个时候你什么都不给它 饿它一晚上 我相信第二天它一定会给你一个好脸色 所以不要偷懒 日常护理要坚持 晚上一定要用护肤品 好了 今天的云课堂就到这里了 祝愿大家都养成一个好的护肤习惯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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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